海邊興起大浪 海洋生物在水中悠遊 壯闊的冰原景色 這些自然美景 其實吸收了大量的熱能 而且現在研究發現 海洋吸收的熱能 遠比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預估的更高 科學期刊自然 報道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 利用四千個浮標來觀察 才發現過去二十五年間 海洋每年吸收的熱能 甚至高達人體發電 總量的一百五十倍 遠超過先前的估算 根據聯合國指出 2030年地球將會突破升溫大線 但這份報告顯示 地球暖化可能比想像中來得更嚴重 海洋占地球面積超過三分之二 對地球環境有相當大的影響 海水升溫也讓溫室效應的狀況 更難以控制 加上海水暖化會降低含氧量 造成對生態的衝擊 也會讓海水水位升高 因此要求各國必須盡快 採取更積極的做法 避免暖化造成無法挽回的衝擊 大約新聞揚情編譯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